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抓一只辐朔罗 可以看到 这家伙有四根触须 放玻璃上 看他能不能自己爬上来 诶 好像吸住了 不过这形状好像有点不可描述啊 他们的肚子像一个吸盘 牢牢吸住玻璃壁 通过腹肌的蠕洞来行走 注意看这只辐朔罗 伸出了一根东西 注意看这只辐朔罗 伸出了一根东西 注意看这只辐朔罗 伸出了一根东西 这是在干嘛 是在呼吸吗 这真是个神奇的动物 都说辐朔罗身上有很多寄生虫 那接下来我们把辐朔罗放到显微镜下面 来看看它身上到底有没有寄生虫 这罗肉黑乎乎的 好像看不出什么东西 这是辐朔罗的变变 这是辐朔罗的变变 注意看 有情况了 好像有个东西在动 拨快来看看 这是什么虫子扭来扭去的 再找找看 这边还有一条 看来这辐朔罗身上真的有寄生虫 可千万不能吃 抓到了 进一步放大 还是看不清楚 看来装备要升级了 你发现了茶坠 这辈子没法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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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没法的是净 好干净 是个 Megan